民眾黨主持柯文哲 甜甜心的爆料不斷 假戰暗風波持續延燒 面對外界質疑 柯文哲說要通勁私痛 發動黨務改革 找回支持者信任 社會大眾不是懷疑 柯文哲的誠信 懷疑的是柯文哲的自果能力 事情發生以後 在我們看起來還是方向走板 還是寫SOP 以後就是大概 我們就真的每天會開 記者說明會 臺庫監督委員會 當局合作的律師團 應變小組 戰鬥小組 都還在今天啟動 柯文哲說 黨內帳已經查了三分之一 有問題的帳一大堆 連五萬六千元 都能登入成五千六 將來要有財務監督委員會 長期合作的律師團 重新建立應變小組 以及善後小組 外交好奇 柯文哲到底要不要開閘黃珊珊 柯皮自爆 自己已經先找他談 昨天也有找黃珊珊來講 我跟他講說辭職最簡單 屁股拍拍就走路 現在整個善後小組 還是你要來負責 言下之意 沒要讓黃珊珊走人 強調要持續克服難關 不讓黨內風暴影響心情 柯文哲接著現身台南 身情看起來很輕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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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日愛將 也是民眾黨創黨元老蔡壁如 同場活動 但兩人罕見同框卻沒有交談 話傳民眾黨內 有人希望蔡壁如班師回朝 蔡壁如這樣看黨內風暴 假日期間不談那個政治新聞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黨部去 我覺得一個小黨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是應該要有人到各個地方去開支善業 其實他也沒有離開黨中央 在這個黨裡面 在哪個位置都有在工作 對這個組織有幫忙 這樣就是了 面對黨內這場風暴 柯文哲如何招架解決 外界都睜大眼睛在看 記者 黃英俊 李宣 台北報導